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 联合报系记者徐伟真摄影 分享 媒体报道 帛琉众议院议长致台博邦交不可持续 外交部今天表示 与南泰友邦帛琉的关系密切友好 双边计划持续落实推动 外交部尊重帛琉众议院议长等少数人士的意见 帛琉与中华民国于1999年建交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帛琉众议院议长安萨斌 Spinal Anastasiun表示 当时签署建交公报很有意义 对双方来说是一件美事 但他认为现在已无法再持续下去 他支持更多的中国游客来帛琉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告诉中央设计者 中华民国与南泰友邦帛琉的关系密切友好 各项双边计划持续落实推动 不仅符合它是外交互惠互利的原则 更是两国政府人民的共同期望 李宪章说 身为民主自由国家 政府尊重帛琉众议院议长等少数人士 对帛琉发展观光 经济的个人见解 驻帛琉大使馆将持续与帛琉众议院议长等人沟通 并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 展现台湾作为帛琉忠实友人的善意与诚意 至于报道指称中资购买帛琉土地 李宪章说 据了解 帛琉土地与岛屿都不可买卖 仅能租用 中资过去确实在帛琉租用不少土地 但至今绝大多数是兼职而未开发 亦在帛琉引起诸多非议 中资的开发模式能否持续 不无疑问 此外 李宪章表示 多年来帛琉在各项国际场合 强力支持台湾国际参与 外交部主感谢帛琉支持台湾 有意义参与国际外 未来将在既有的友好关系基础上 持续推动各项合作计划 并进一步深化两国邦义 好 绝对 些